铁头人坠崖后并没有死 他自创一门神功 成就后世一位舞爵高手 尤坦之和林平之都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哥 却在造化弄人之下遭遇了灭门之祸 悲剧发生之后 尤坦之也和林平之一样踏上了复仇之路 不过二人的性格却是截然相反 林平之为了报仇隐忍伪装 甚至败入华山派取悦林山为妻 最终仁辱负重之下报了大仇 也毁灭了自己 反观尤坦之 他在心里一直嘀咕着要杀了萧峰替家人学耻 但骨子里却是软弱的 尤坦之是见了古灵精怪的阿子之后 尤坦之历史就将报仇二字抛到了九霄云外 更让读者们感慨的是 尤坦之为了取悦阿子 竟甘愿汗上一个铁皮面具 将自己的脸烧得不堪入目 尤坦之的爱是卑微的 他为了阿子还将手指放入翁中 任由大务功吸吻自己的鲜血 银差阳错之下 尤坦之竟练成了一金精上的神秘招式 还借助神木王鼎将万年难得一遇的冰残吸入体中 借助一金精 神木王鼎和冰残这三件奇物 尤坦之练成了连丁春秋也羡慕不已的冰残独长 还在邵氏山意义中凭借这门冰残独长 打得萧峰含戏袭体 大为难堪 只要尤坦之家已时日将一金精和冰残独长融会贯通 他要和萧峰一较长短并不是只说梦 遗憾的是 尤坦之是一个胸无大智之人 他被阿子迷着神魂颠倒 再也不谈报仇之事 武功修为自然也就潜藏辙止了 在天龙的末尾 尤坦之将自己的眼珠子献给阿子 还跟着阿子一起纵身跳入了万丈深远之中 不可否认 尤坦之这个角色带给读者们很大的震撼 他自愿沦为一中人的奴隶 玩物却自始至终得不到一中人的爱 尤坦之坠牙之后死了吗 若结合射雕英雄传来看 尤坦之并没有死 他还自创一门神功 成就了后世江湖的一位舞爵高手 尤坦之坠牙之后 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呼 然后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听到砰的一声 然后眼前一黑 什么也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昏迷中的尤坦之被疼痛惊醒 他觉得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般 尤其是两只脚好像不是刺死的 怎么也抬不起来 这个时候尤坦之才注意到 自己竟躺在一张简陋的木床之上 旁边有一个乔夫正在张握着什么 后来尤坦之才知道 自己坠牙之后落在了一棵大树上 最后被阿迪的一个砍柴的乔夫所救 尤坦之虽然大难不死 但两只脚却摔成粉碎性骨折 浮于阿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乔夫家里又没有良药 在尤坦之昏迷了三个月之后 这一双脚算是废了 历经此难 尤坦之恍如隔世 终于领悟了处死无大事 于是当他听闻消风 阿子摔死之后并没有表现得多么震惊 在乔夫的照料之下 自己该如何度过余生 好在乔夫为人慷慨 尤坦之在牙底一住就是大半年 时间一久 尤坦之开始琢磨武学 由于双目以下 双腿一断 自己的那门冰残毒涨自然成了摆设 无法发挥原有的威力 尤坦之担惊竭力之下 开始自创另一门武学 这门武功只需将双腿靠在地上作为支撑 然后听风变味 以劲之动 待蓄力到一定阶段后猛的发力 就能一击击中 出奇制胜 不过想要创出一门武功 谈何容易 加之尤坦之年少之时 贪图享乐 因此在自创武学之时 屡屡碰壁 功夫不负有心人 历经了十年的呕心力血 尤坦之终于自创了一门武功 他将这门武功 以及阿子交给他的读书 都详细地记载于一本秘籍之中 大功告成的那天晚上 尤坦之突然哈哈哈哈地 仰天大笑三声 然后身子一挺 就此气绝 尤坦之哪里会撂得倒 自己所创的这门武功 竟在百年之后 造就了一位武爵高手 原来乔夫换作羊氏 他本以砍柴为生 自收留了尤坦之之后 眼见尤坦之霍尔名思不响 忽而打坐练功 忽而挥舞拳掌 忽而仆仆在地 欧阳氏先是大骑 后来在尤坦之的感染之下 也对武学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尤坦之死后 欧阳氏拾起那本秘籍 开始苦练武功 无奈欧阳氏资质平平 内力有限 苦练多年只有一些 在欧阳氏的家里 传了一代又一代 到了南宋时代 欧阳氏家里 出了一位旷世奇才 换作欧阳峰 他练成了尤坦之 自创的难门神功 并取名为蛤蟆功 欧阳峰又结合密集里 记载的读术 仅在江湖里所向披靡 喊逢敌手 欧阳峰成名之后 又踏入中原 其而在华山之殿和王重阳 红七公 黄耀氏 段志兴敌武论剑 成了当时江湖的 舞爵高手 人称吸毒